要香要美更要漂亮 2019年美颜系圣诞倒数月曆 PART 2开箱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上个月啊我介绍了六款圣诞倒数月曆 今天我要再加码第二波 就是美颜系的圣诞倒数月曆 让你美美的香香的迎接圣诞节 第一个啊就是迪奥 这是迪奥香芬世家的倒数月曆 为什么它很特别呢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 通通都是台湾还没有上市的 因为其实迪奥的香芬世家的香水 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有了 它里面啊就是迪奥的一个新的香水系列 都是走中性的香水风 那可是它里面都是以玫瑰花为主 那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是一个法国的艺术家设计 你不要看它表面白白的 其实打开 登登 其实非常的有抽象的艺术家的气息 也满缤纷的 那我来开给大家 有哪些比较惊喜的味道 像其实它里面卖的最好的啊 其实是有一个味道 叫做Lucky Lucky在哪啊找一下Lucky 好其实是在这边 这瓶香水啊据说现在是 全世界卖的最好的香味 因为呢我觉得它是因为它的名字吧 因为它叫Lucky 所以大家就觉得喷上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幸运 第二个啊其实是它们的迷你香氛蜡烛 迷你香氛蜡烛啊它们可是法国一个高级的定制的制辣工厂所制造 然后它连它这个瓷瓶也是属于工艺设计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另外啊它还有一个香氛灶 那它的香氛灶啊 这一款是玫瑰的香味 其实也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厂所做的 然后它的泡泡也非常的柔细 即使是香氛用到最小 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的香 那另外啊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其实还有三款的陶瓷吊饰 那什么是陶瓷吊饰呢 就是它是一个陶瓷制的一个吊饰 你要喷上香水放在挂在每一个地方 它就会味道香香的 那它其中其实有三款 然后这一款呢是星型的 还有爱星形状 还有Dior的logo的经典型 我觉得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的三款 大家都可以去找找看 接下来啊是我自己本身蛮爱的 海洋拉娜的这个倒数月曆 海洋拉娜的陈瓷故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它的创办人在一次实验室的研究 意外了灼伤它的皮肤 那因为找了很多药都擦不好 所以它索性就自己开始研发一些保养成分 那它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实验 终于开发了一个浓缩精华的成分 放在它的保养品乳霜里面 把它的皮肤就治好了 那这个倒数月曆啊 其实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其实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不过它的这个倒数月曆设计的理念啊 其实是一个奇幻实验室的概念 你看打开来里面呢有一些像是 像是一些烧杯啊 跟一些漏斗啊 反正这些图案大概就是实验室研究的那些器皿 那里面呢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它只有12格 不是像别人有24格 可是12格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够用 我想要开4格 我觉得蛮厉害的东西给大家看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4号 4号里面是什么 是一瓶浓缩精华露 其实我自己超级喜欢这瓶精华化妆水的 因为它的质地是属于比较浓稠型的化妆水精华液 那我自己有的时候啊会懒得使用化妆棉 那使用这种化妆水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按摩啊润泽肌肤 肌肤一下就有点烹润跟保湿感 所以我觉得这瓶精华露非常非常的值得推荐 另外呢就是一个我也觉得很不错的东西 它是在9号 9号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正货哦 就是柜上卖的正货 它不是一些小sample 它是修护纯粹 可以让你的唇部的比较干燥的肌肤 立刻就是水润跟蓬润 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它的味道 因为它的味道有点薄荷凉凉的感觉 擦在嘴巴上面就有点蓬润的效果 那海洋Lana其实最厉害的东西 其实就是它成名的乳霜嘛 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给你两瓶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就是11号跟12号 两瓶海洋Lana的乳霜 一瓶啊其实是亚洲女生比较喜欢的舒芙蕾的质地 它的比较轻 它的质地比较轻盈 一瓶啊就是它的经典乳霜 质地就是比较比较丰润一点 那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 以及不同的肤质需要来使用 那它的这个陶瓷的这个包装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奢华 真不愧是海洋Lana 接下来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的牌子 就是YSL YSL啊其实今年是第二年推出圣诞倒数月曆 那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的外形是一个黑色的底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星星 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YSL那么爱用星星 原来啊它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特别的人的那颗唯一的星星 那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打开来 里面一样有24格 其实这24格啊里面啊有一些彩妆品 保养品还有一些香水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 它这里面有6支唇膏 而且唇膏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麦色 第一个啊是13号 它里面啊其实是奢华断面的唇膏 打开来它里面都是有个像糖果纸的包装 然后你看它就是一个金色的口红 其实我觉得它的唇膏变成小版 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这一支颜色啊其实是1号 蛮偏向正红的颜色 它还有一支非常非常热麦的颜色也放在里面 是22号 你看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迷你版的唇膏 它这个颜色是13号 那13号这支颜色比较偏橘 那这一支比较偏红 其实这两个颜色啊都非常非常适合亚洲的女生使用 另外还有一支唇鹿就是在第11号 这个颜色啊其实也是超级热麦色 那它能够有粉雾的效果 所以让你的嘴唇上面的唇彩比较能够持久 就算是你耶诞节去party它也不会掉 所以这个颜色也非常值得推荐 那另外啊我还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小秘密 就是它们在台湾还没有上市的香水 是在哪一格呢 是在第16格 你看这个香水在目前台湾还没有上市 其实是明年2月才会上市 它这个啊其实是感自由淡香精 它是什么味道呢 我只能跟你说很好闻 那反正明年2月你再密切注意这款新香水的上市 如果你是YSL迷一定要知道 另外呢我想要开一个最大奖 因为我觉得放了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超值了 就是它的第24号最后一天 它放了什么呢 就是YSL最经典的名材笔 大家都知道其实YSL名材笔真的是非常非常久了 那因为它这一支啊是可以遮瑕 或者是做一些T字部位的打亮 甚至你唇周啊 如果有一些唇周的肤色比较暗沉 你也可以用这个唇彩笔 在唇周先压一下再来上口红 那很多品牌也都follow它推出了类似的产品 所以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非常非常的值得购买哦 接下来啊是这个屏幕宣言的圣诞倒数月曆 它们家可是第一年推出圣诞倒数月曆 也把所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好东西 全部都放在里面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吧 它打开来里面啊 其实是有24格 然后是用搓搓了的方式 就是一搓下去 惊喜才会在里面 那屏幕宣言的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里面放了两大系列 是我想要偷偷告诉大家的 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冬天非常 大家非常喜欢的姜味暖暖系列 还有现在非常夯的灵芝系列 那它的灵芝系列啊 其实在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洗脸的 一个是化妆水 一个是精华液 它分别在 这三个啊 是屏幕宣言现在非常夯的灵芝系列 它一次给你了洗面乳 还有化妆水跟精华液 那我觉得这款灵芝系列啊 真的是调理肌肤的好帮手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瓶灵芝水 因为灵芝水 它就是在任何季节都可以使用 可以帮你调理出健康的肌肤 用来湿敷也非常好 其实讲到屏幕宣言啊 也一定要讲这个姜味暖暖系列 因为它们就是非常有 椰蛋气息的味道 它里面有身体的乳霜 沐浴乳 还有一个就是护手霜 那其实我真的蛮喜欢 它护手霜的感觉 就是擦完之后啊 就是不会很黏腻 很清爽 它的味道就是姜味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适 很有冬天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耶 因为屏幕宣言这一次的 圣诞倒数月曆 里面有一些美颜的小道具 像是这两个 一个是洗脸刷 一个是面膜刷 它洗脸刷就是加了泡泡之后 它其实刷子蛮柔软的 就是这样打出泡泡来 可以轻轻的在脸上做一些按摩的动作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小刷子 这个小刷子其实是面膜刷 屏幕宣言里面有很多那种 涂抹式的面膜 涂抹式的面膜 其实用刷子可以伤得更匀秤 让你每一个肌肤的 那个薄度都是一致的 所以按摩刷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小道具 那我觉得这一次 屏幕宣言真的非常有诚意 有一些小道具让你去发现哦 接下来是这个小而精致小而美的 克兰斯的圣诞倒数月曆 它其实里面是只有12格 那如果是欧洲版的话 它其实是有24格 那亚洲版是只有12格 可是你不要看它好像蛮小的 其实它里面的东西非常的精致 而且非常的实用 它里面有两款 大概容量有50ml这么大的产品 我觉得大概是所有这种圣诞倒数月曆 最大容量的东西 那来看看有什么 1号的这个橘子优格洗面乳 这个橘子优格洗面乳 它真是50ml的容量非常的大 另外呢还有就是3号 就是这个阳干橘的这个化妆水 其实这两个容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也是他们家就是非常常新热卖的产品 那这个橘子优格洗面乳 它的泡泡非常的细致 可以洗出很滑润很平滑的肌肤 那另外呢是这个阳干橘的化妆水 那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这个化妆水啊 其实味道闻起来蛮复古的 就是在你洗完脸之后 如果肤况比较不稳定 它可以给予镇定的效果 另外啊其实在克兰斯的这个 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有两款不是sample 是正货 就是柜上卖的正货 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第一个呢就是8号 这么大一格里面是什么 美唇油 那其实啊 克兰斯的美唇油真的非常有名 而且它也是美唇油的始祖 因为它里面用的是真正的精油 而且是天然色素的精油 所以你擦在嘴巴上面啊 它可以提供油脂的润泽 还有一点点适色的效果 那这个颜色呢 是属于比较莓果红色 我觉得擦上去之后啊 其实是可以让你的那个 唇部的颜色非常的健康自然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就好像在吃果子一样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推荐 另外啊还有一个柜上的正货 是什么呢 就是第12号 哇真的它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保湿的眼膜 那保湿的眼膜 它就是如果你的眼周肌肤比较干燥 会有一些干纹的现象 它其实就是薄肤 可以当成一个晚安的眼膜 或者是厚敷大概十分钟之后洗掉 它可以快速的把水分补给在眼周肌肤 让眼周的肌肤比较烹润 就是解决一些干纹的现象 我觉得这两个是克兰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地方 以上啊我开了五个圣诞倒数月曆 其实还有漏网之余 因为它还来不及到达摄影棚 我现在就去柜上开给你看 哈喽我现在热腾腾就到了 KELS的百货专柜来 因为呢它真的是才刚刚到货 所以我就杀到百货公司来开给大家看 这个是KELS今年第三年的圣诞倒数月曆 那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啊它这一次是跟一个 芬兰的艺术家合作 帮它以骨头先生为概念 然后设计了一个奇幻旅程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吧 你看打开来之后啊 它有一个立体的纸雕 就是一个骨头先生 喜欢KELS的人一定非常喜欢这个骨头先生 很像圣诞卡片一样 这个KELS的圣诞倒数月曆啊 其实里面啊有两个证获 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诚意 那我现在来开给你看 第一个啊是一号 就是在带头证的一号 一号在这里 一号这个就是酪梨眼霜 其实酪梨眼霜啊 它是给比较喜欢清爽质地的人 因为它如果眼睛有干纹啊 或者是有点干燥的现象 其实擦这个比较轻油脂 有带一点点酪梨油的眼霜 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效果 第二个啊超级大的证获 大概是我开那么多圣诞倒数月曆以来 最大最大容量的证获了 它在第几号呢 它是在最压轴的24号 这真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的护手霜 你擦这个护手霜 手会非常非常的柔软 而且不会有油腻感 你还是可以方便地继续做事 所以我觉得75ml的容量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方 它里面也放了我最喜欢的 氨基酸的洗发精跟润发乳 它是在第几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21号跟22号 因为我觉得这个洗发精的那个味道啊 是那种杏仁味香香甜甜的 而且洗完头发之后 它会非常的直顺跟光滑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 氨基酸的洗发精跟润发乳 它这个倒数月曆的设计很棒耶 因为它在它的门后面 都有把产品的品名 跟大概一些成分跟用途说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做法 另外啊KELSE啊 有一个非常明星的产品 就是金桨花系列 它里面也有两个放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它放在7号 这个结盐乳啊 是我最近也在用的 它是一种就是淡淡的凝胶 可是它可以产出很细致的泡沫 洗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皮肤非常的滑顺 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的心头号 另外啊金桨花的系列 还放在9号 这个金桨花的爆水霜啊 今年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 而且皮肤可以立刻的保水 然后有点蓬润的 然后它的金色的包装 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很适合一夜淡结 好啦KELSE开了这么多 其实它还有一个亮点 一个非常可爱的亮点 它不是产品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它其实在23号 你们看到23号它其实不是产品 其实是一个别针 它是一个彩色的骨头先生的别针 我觉得别在身上 还蛮有个性的耶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爱 有趣 好有更多的惊喜 欢迎你自己来跪上买一个带回家拆拆看 另外啊我还有一个倒数月曆 也是刚刚到这个百货公司的 我现在要过去再开给你看哦 我现在啊马上来到了 Jojo Armani的专柜 因为这个圣诞倒数月曆也是 非常热腾腾才刚到专柜的 那这一次这个Armani的这个 圣诞倒数月曆啊 是它今年第一年推出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奢华 整个概念啊就是 以星光红毯的概念 还有一个大猩猩在这里面 那我们来打开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哇它其实里面有大大小小不同的 24格的格子哦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吧 第一格啊我要开的是 一定不能错过的专柜正品 它是一个丝绒纯粹 这是一支大家最喜欢的 这个Armani的这个丝绒纯粹 它是400号 就是亚曼凝红 那这个红色其实很适合 我们亚洲人的皮肤使用 这支纯粹也是贵上卖的 非常好的正货 那它也放在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接下来啊我要开两个 是台湾都没有上市的产品 也放在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一个是14号 14号啊这个颜彩录啊 其实是台湾还没有出这个颜色 那我也不知道它之后会不会出 这个颜色其实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有一点点古铜 有一点点金色 然后它的那个光泽啊 非常非常的细致 再来是17号 有一款香水 台湾也从来都没有上市 我们来看一下 哇这个就是一个淡淡的粉肤色的 一个C的香水系列 它是属于花香调 台湾都没有上市过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性感 有女人味 接下来啊我要开一个最大的礼物 就是24号的压轴 哇其实24号是我本人的最爱 就是也是一个很大容量的粉水 这个精华液啊 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其实是一种 比较凝胶浓稠的质地 它会转化成一种水 所以让一些干燥的皮肤啊 立刻就有烹润痰的感觉 今天呢我就开了这四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 圣诞倒数月曆盒 其实里面啊还有四个还是五个 非常特别的东西 是一个Armani先生特别设计的别针 有五款 我觉得啊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开看看 这五个非常特别的别针哦 摄影棚跟专柜总共开了七个 圣诞倒数月曆 真的是属于美颜系的圣诞倒数月曆 如果你自己开了有什么惊喜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你有什么彩妆头发保养的问题 欢迎也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